你 在我家 我的东西不可以乱动 我的人要学会少问多做 但是我有事的时候 你必须随叫随到 就你这种性格 我真不知道 以后哪个女人受不了 你不敢动吗 确实不敢动 你还吃什么别的药了吗你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都觉得 她是我命中的克星 我对她的忍耐 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你什么态度 我就是单纯地为 有您这样朝气蓬勃 生龙活活的老板 而感到高兴 这还差不多 每次看到她有危险 我的身体 就好像不受控制了一样 你该不是喜欢我吧 难道不奇怪 顾老爷子为什么 要费心外流在顾身吗 难道 这幅图和我 有什么关系吗 下次我雕刻的时候 你也必须跟在我身边 原来你不是喜欢我 只是需要我而已 我一直想搞清楚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她怎么就能不喜欢我 她怎么就能不喜欢我 我觉得是她眼光不好 从现在起 你要无时无刻地陪着我 分开 在那里面 第一个小事 是 一定要放开